大家好 最近有一位花友发信息来问了 他说他想要在家里养一些绿菊 不知道种什么好呢 特别是一些不用怎么照顾 要能够把它养得很好的一种植物 所以今天就给他推荐一种植物 就是这种玉树 玉树它就是一种懒人植物 只要你给它吸一点点肥肉下去 它就能够生长得比较旺盛的了 而且它也是一种比较耐旱的植物 如果养物得到的话 它也是会开花的 而且这个叶片是比较的饱满油粒的 硬邦邦的 这个浸干也是比较的粗大的 如果养护得到的话 它也是比较快速的木质化的 这种是一种比较没有长时间照顾的一种植物 就是艺术了 然后就是给它施肥就得了 施肥的话 它只有给它补一点这种蚯蚓氛肥就可以了 大概每15天或者是20天给它补一次就可以了 这种肥料是比较的好的 而且比较的细腻的这种蚯蚓氛肥 它的透气保水 保肥性是比较好的 比较适合这种本栽艺术使用的 同时也可以给它补一点点瓶甲肥 瓶甲肥是为了防止它这个叶片出现一个干扁发黄的作用的 这是瓶甲肥银甲 大概喷到它这个叶片出现一个恢复了油粒的状态 就可以给它顶起使用了 这样就不必担心它出现一个黄液的现象了 所以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讲的 就是家庭本栽种什么好 就是给大家推荐这种懒人植物了 就是艺术的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